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是纯数和倒数 认识1至20的纯数和倒数 首先我们看一下 纯数和倒数的分别 青蛙由起点开始跳 它由1跳去2 2跳去3 3跳去4 它每次跳就加1 这个就是纯数 即是每一格加1 每一格加1 这样就是纯数 而倒数就是 兔子由终点开始跳 由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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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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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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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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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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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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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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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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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要分清楚哪個是倒數 哪個是順數 這次是橫的 因為20是比15大 所以我們知道是倒數 那麼打直的呢? 打直的這一行 我們還未知道 不過很快就會知道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順數 我們先做了一式的題目 19 18 17 16 我們現在知道這行內 20 19 是倒數還是順數呢? 沒錯 就是倒數 所以我們知道這行是倒數 20 19 就是18 多少 然後是17 18 沒錯 就是16 我們這次又看看有哪種數字和其他的語別不同 15 16 是順數還是倒數? 是順數 因為16比15大 是1 我們看2 2 3 4 是順數還是倒數? 都是順數 因為它每次加1 越來越大 那 19和18呢? 19 18 是越來越小 就是倒數了 而11 而11 12 13 是越來越大的 就是順數了 那 右邊一組是不同的 沒錯 就是19和18 因為其他都是順數 而它就是倒數 來到總結的部分 我們不如一起寫一次1至20的順數和倒數吧 我們首先寫下順數 然後我們嘗試寫倒數吧 雙上課位同學已經記得1至20的順數和倒數 我們要知道順數是越來越大 而倒數就是越來越小 又來到做練習的時間 同學現在可以將畫面停下來 然後做練習 你們要將畫面上的點點倒墜地連起來 看看會是什麼動物 在做完練習之後 就可以再播放影片 那就可以對一下自己的答案 對不對 相信各位同學已經做完練習了 我們今次的練習答案是這樣的 是一隻貓頭鷹來的 不知道各位同學覺得有不有趣呢? 大家都做得很好 記得順數和倒墜的分別 我們下課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課